真没想到那个一线城市广州也这么多烂尾楼 而且是这个烂尾楼情是超级大的 我怀疑这个是不是广州最大的烂尾楼情 中国YouTuber石头石地走访广州 眼前一栋又一栋烂尾楼画面超级震撼 但这样的情况不仅仅是广州 中国各地几乎都有 中国金融大海啸连带掀起烂尾楼浪潮 预售屋房贷户纷纷展开维权运动 拒绞烂尾楼房贷 根据目前统计 中国烂尾房贷户维权停贷 延收超过50个城市 累积150个建案 多达2000万户受到波及 学者对中国房市发出示警 另外日前才因为提出A股会跌破3000点 警惕外资撤离 而被中国全网封杀的 中国交营券商总市总经理洪浩则表示 如果以6%在建烂尾工程 保守估算 平均首付60% 预计总涉带金额高达2到3兆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9到13.5兆 中国的房企或者是房地产市场 在他们的金融体系里面 占了这么高的比重 现在的烂尾楼危机 的确会为中国的金融市场 埋下一颗非常非常大的 隐忧的卫豹蛋 那的确如果这个情况 再蔓延下去的话 很可能出现至少是 国内的金融风暴 中国房市疲弱 恒大 融创等房地产龙头企业 面临营运危机 也将矛头对准贷款银行 不过中国农业银行跟新业银行 都表示目前风险依旧可控 但随着停贷潮蔓延 坏账持续增加 中国的金融风暴山雨欲来 欢迎新闻张亚珠中国报道